大家好,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迷早晨節目 沒錯,也是萬迷早晨節目,不過在新聞台上也安排播出 因為今天要遷就歐百杯的決賽 到準備下一季的系列,來到我們最重要的 就是如何進攻 九號位球員,或左右兩邊的翼鋒,我們都會談及 在這一節裏面,也是各位有些心水,或轉會的提議 就是最後一集,接下來我們會怎樣做呢 就是在歐百杯決賽之後,我就會跟大家說說 我們怎樣繼續討論下去,包括有些機會大家要投票 關於哪個位置最需要補強,以及每一個位置有什麼球員 值得花多少時間去研究,所以 我們準備下一季的系列,明天會暫停 過酒飽杯決賽之後,才會繼續 好多謝各位的參與,因為 剛剛說的進攻球員 基本上是幫我們入球的球員 原本有整天下三個提議 不過有四個,其實是比較偏向進攻中場 所以我就把他們轉回到進攻中場的位置 包括有Dressler,Pedro Conquers,Lorenti,以及Pierre 這幾個球員我都把它放回到攻中的位置 所以在正前鋒或逆鋒,即是幫我們試歌的球員 有十九個大家的提議 儘管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個就是踢早記的古路錫夫斯基 他是一個瑞典的新星,踢右翼 其實左右腳都純熟 早記三千五百萬買了之後,沒什麼用 除了踢翼之外,中場幾個位置都可以 他之前拍演馬表現出色 上年二級的最佳年輕球員,身體質素好 所以是一個多功能的球員 第二個大家介紹的就是新組 再說一次,這個12345不是排名 純粹是大家提議的次序 遲些投票才會看到哪幾個是第幾位 現在暫時沒有 新組多蒙特,有朋友說 要增冠當然是加強右翼 或者買前鋒就不一定買右翼 但是他就說一定等官宣才相信 因為實在這件事,我想新組這件事 上年就玩到我們借了,好嗎?不要聽 全球能力強,盤球能力強,射門都強 右邊的進攻球員,肯定是即食 代替今年打得一般的詹姆斯 起碼提升了兩三個層次 大球分球射球都一定的水準 希望亦會幫忙迫搶 第三個就是雲迪璧 即是我們現有的球員 其實怎樣懂得很好用呢 就是這個重點 第四位就是哈利簡尼 我想也不多需要介紹 我們也做了幾集節目說他 暫時來說,形勢就似去曼城多些 究竟什麼狐路賣什麼藥呢? 昨天收夫機也說了一些事情 遲些有機會再更新一下大家 不過好像說沒那麼快決定 其實也正老的 因為熱次那個 CEO Daniel Levy 都出名是險簽系列 無論是買或是買 很多時候都會拖到最後一分鐘 第五個要介紹就是孫英文 這位朋友也說不用介紹 他就搞笑了 我覺得有大勝野不用孫英文 然後他還說不如 億五一次過買完 哈利簡尼和孫英文 我想第一,大勝野好像會回皇馬 甚至乎會退休 所以應該不會留一二次 機會比較小 億五打包兩個當然是完美的 但是你想一下 Daniel Levy會不會這樣被你搞呢? 我相信就未必會 但當然,二次最重要就是 搞了一個領隊 究竟誰是他們的領隊 暫時都未知數 第六位大家朋友的推介 就是這個馬賽的Zervin 我不知道名字有沒有讀錯 就是馬賽法國的腳 27歲,是球隊的核心 五年前其實就由紐卡蘇回歸馬賽之後 有非常出色的發揮 初期是做易峰的 接著之後就入中路 既有腳法也有突破能力 又能夠作出致命的傳送 去到發甲之後 表現就比較淡定 每季都能夠交出兩例的數據 上季就受傷 今季就回復水平 半季就已經有六球入球 和七球助攻 在發甲裡面 除了麥巴比和尼馬之外 都是最出色的球員 表現就不會比我們前球員 迪比差 不過他和迪比都是免簽 不過迪比一心去巴塞 現在的速度可能是未及當年 但技術操藝和球場上高的決定 和傳送就毋庸置疑 打得右邊的進攻點 亦都打到中間 有他的加盟 一定會大大加強球隊的創造性 現在他也是有性格的 但未必會為球隊而犧牲自己 防守亦欠積極 所以最重要一點 他會不會想踢回英超 第七位就是Ivan Tonney 不知是Toney還是Toney 就是賓福特的前鋒 也挺厲害的 24歲 今年 剛剛上一季 在賓福特轉了去維拉 之後 賓福特 用500多萬磅 就買了Ivan Tonney 去年是英冠的射手 沒想到馬上融入球隊和適應 取代了Oli Wilkins 英冠射手 聽話很勤力 積極逼搶 他的反搶數據 甚至比Oli Wilkins更好 但前鋒當然最重要 就是把握能力 他禁區的入球力很強 投球力都不錯 長軍射門 就比諾惟直的Pukki 即是上一屆 再上一屆打英招 布里茅夫的Solanky 和Joster King低 但入球率高很多 甚至乎 屈福特 隊也認為他比Walkin更加強 另外他不毒食 全球都很合理 當自己射門角度不好的時候 會傳給更好機會的隊友 他估計如果拍著青木 會有一隊很厲害的前攻組合 前者就視於禁區搶點和禁區入球 後者就中他們射門 實足拿手好氣 現在兩位的狀態都很好 上季還是英冠球員 Olly Wilkins 和Ben Ford 有些數據可以參考 根據他們兩個 由英冠上英超 的情況下 這位朋友 覺得Ivan Tony 都值得期待 不過現在 韋斯咸一圍 甚至阿仙奴 都對他有興趣 萬聯 有Daniel James的經驗 不知道會不會對英冠球員 比較有陰影 第八位是Danny Engs 打英超 軟射能力強 射門能力強 迫搶能力強 這個球隊大家都很熟悉 不過他始終踢過利物浦 不知道大家會否介意 第九位是 哈倫特 多夢特的哈倫特 年輕可造之代 打正中鋒 很適合盲聯的進攻人選 亦都是接卡利班的球員之一 看他踢東門特的打法就好像較年輕版的簡尼 買他回來一定的保值能力 當他想轉會都要一定的身價 長遠來計 比起簡尼更有保值能力 有沒有太多嚴重的傷病呢? 即是有沒有太多嚴重的傷病 都是值得來年輕 但問題就是 亦都貴得飛起 不過我想 大家被人問得最多的問題就是 如果是阿蘭特和卡利卡利一樣錢 你買哪個 第十位就是這個Sumana 這個我記得好像我也提過 十九歲有技術盤球能力 同時有創造能力 他就踢Losserland的球隊 第十一位就是Andre Silva 他是法蘭克福的 寫門能力強 頭頂能力強 這個也是我記得我做過一集節目 介紹過他 然後就是十二位的David Neres 踢亞迪斯的巴西前鋒 他的資料就不是那麼多 十三位就是Moyster Keane 現在踢PSG 之前踢過愛華頓 說真的 踢愛華頓的時候 真的一般的 也有一個經典 就是當時 鄧肯費格遜 做代領隊的時候 是不是鄧肯費格遜 好像是 派了他下場之後 不知道幾分鐘 就換走他 當時也曾經有一個討論 但PSG 有時也做到後備殺手的角色 但是你說他 就是踢到英超 我就覺得很大的問號 第十四位就是迪比 踢李昂 現在是免簽 不過他就心懈 霸賽 好像剛才有朋友說 十五位就是文蘇基治 現在AC踢了半年之後 也是打算離開 但問題就是年紀真的有回到上下 而且AC基本上 沒有什麼踢過 會不會真的幫到我們手 有一點點問號 首六位是斯朗 我想大家都會無用置疑 斯朗如果真的回來馬聯的話 都幫到幾多手 但問題就是 他現在和 祖雲達斯在這裏 究竟他是踢不踢 還是怎樣 因為剛剛最後那場 祖雲達斯 爭前四最重要那場球 他就沒有踢 根據派勞說 他自己主動說很累 踢不到 類似的東西 但是呢 贏了波羅前四之後 他又好像 跟祖雲達斯又說 恭喜你 諸如此類 總之就是 思朗一向都是這樣的 那個轉回槍 總要有些消息 十七位的球員 就是菲燕樂的 Steven Bergens 最擅長的位置 是右翼 低配版的 諾賓 這位朋友說 可以客串空中 視野和技術 暖射都很好 有魔城 缺點就是年齡 所以應該 但應該不會貴的 另外呢 就是列斯聯的 拉芬娜 我想這個我們也說過 速度好 技術好 連班奴也有說過 29個出場 入六球 八個作弓 非常出色 可以是說 列斯的進攻全員 客觀地看 其實呢 這位朋友說 買他的難度 比新組更高 因為列斯聯 剛剛投資了二千萬磅 2024年才懸弱 當Jack Greer 上年也說八千萬磅 狼隊的炒耳 上季打出骨 一季好球都說到要七千萬磅 連鋼班的沙也要四千萬磅 列斯聯的叫價一定不會少他們 另外 看他球場上的表現 年紀 升職能力 拉芬娜肯定是球隊最值錢的球員 不過提提 其實無論是Jack Greer 或者是沙 都是英格蘭球員 那納磅就不是 況且 列斯聯是很有野心的球會 如果拉芬娜 明年繼續有好的表現和進步 又協助到球會 爭取到歐洲賽的位置 加上明年 才是可能球會收入 更加大的增長 到時身價可能有機會 去到一億 所以如果你是球隊的管理 你也起碼留他多一年 所以他覺得 要買拉芬娜的難度 可能比新造更高 好 另外最後一位 就是王家蘇斯達的前鋒 阿力山大伊沙克 21歲 64吋高 瑞典各腳 好像我們對他的時候 都見過他踢 好 以上就是所有正前鋒 加上易鋒 大家的選擇 或者提議 說真的 我們現在進攻的正前鋒 雖然是卡文尼續約 蘇斯達也說了 我們也可能要繼續買球員 當然 是不是正前鋒還是易鋒 他就沒有說明了 所以 我想進攻方面 雖然 很多朋友都說 防守很重要 做好防守才有機會 挑戰聯賽錦標 但是 起碼 也要同步加強進攻 因為也有朋友說過 他有個小資的數據 每年的英超冠軍 都要入不止百多球 我們今年都是差一點 所以 就算做好後防之餘 也要加強進攻能力 才真真正正有機會 挑戰英超 希望今天 我們順順利利 先搞定 勾霸杯 先拿著杯 先慶祝一下 預備好下一季 正如我剛才一開始所說 這個預備下一季的系列 明天就停一天 之後就會和大家說 我心裡怎樣和大家一起繼續研究 包括有些投票 包括位置和球員 我們都有些投票 然後再一起做多些資料 究竟我們有什麼好的 推薦給球隊 老實 我們有了我們 那麼多人一起想的推薦之後 我當然會做些事情 OK 這次來到這裏 晚一點會有另一節 在新聞台的影片 都是關於歐爆杯事的 大家記得留意 今天無論是大包台還是新聞台 都是相當精彩的片段 跟大家分享 拜拜